所有的东西都整理到冰箱了 基本上都准备齐全了吧 就是现在就只等着我这个梁家人的到来了 哈喽 我正在打小卫生整理床铺呢 小的先跟大家聊会儿天吧 有一件事情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的梁家要来人了 来英国两年第一次来梁家人 所以说我心里还是特别激动很兴奋的 我一说梁家人 肯定大家都会猜是不是我的父母 但是不是的啊 事情是这样子的 我在这个自媒体平台 大概就是坚持发过视频啊 估计有五六个月了吧 还是真的收到了一些 很多网友的支持啊 喜欢啊 还有关注 我非常非常地感谢大家 所以这个梁家人呢 他是我远方远方 应该叫舅舅 他同学的儿子 就是反正也是在关注我的视频吧 就是也了解到了我们的家人啊 然后觉得我们家生活氛围都是特别好 然后也是出一种信任吧 因为他的儿子呢 就是要到英国这边来留学 嗯 就是想要托付一个 怎么说呢 能够信任值得托付的人呢 帮他安顿一下 这个孩子大概18岁 你说说大吧 也不大 说小吧 也不小 就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就是有好多家长可能 孩子呀 也是这种情况 独自出国 一国他乡去求学的 当然孩子们都是有这样的能力的 但作为父母来说呢 都是会有一种牵挂和担忧 对不对 所以说就是这样子 循循绕绕绕就找到了我这里 当然我是欣然皆答应的呀 第一作为我是理解做父母的心情 第二呢 我也能够理解 作为一个出自到一国他乡那种忐忑啊 还有一种 那种未知的这种一种害怕 所以说呢 他可能要在我们家大概住一个星期 他第一年的学校是要在伦敦 我是建议他呢 就订到博明汉这边 可以在这边导导时差呀 适应一下环境呀 因为我们到时候再亲自把他送到伦敦 帮他安顿下来 这样子呢 他自己就是很快的就进入了这样一个 一国的这样生活的一个节奏 然后呢 他的父母呢也能够安心 所以说呢 对我来说 中国人都是我的良家人 所以欢迎大家都到我家里来玩哟 我跟我老公准备把这个房间收拾一下 然后让他明天到了之后 就可以直接休息 因为他到了之后 肯定会很辛苦呀 要倒倒时差之类的 他会到明天到10分钟 嗯 是的 所以我们要去招待他在下午的房间 我老公想的好周到啊 他也想要 要把我们要请两天假 估计带着那个孩子出去逛一逛啊 了解一下英国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这样子他一个人去伦敦上学的时候呢 也不用那么害怕了吧 再说我们其实开凿过去 两个多小时 以后他如果有什么需要啊 或者电话呀 我们可以帮他联系嘛 帮他处理一下 这些人来自 Shenzhen 不是 荆州是湖北 同一个地方 所以你很喜欢辣的食物 你知不知道 对 我们刚刚看到小家伙的老师了 估计是午餐时间吧 我现在跟我老公两个人去超市逛一下 看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买一点回来 我们先到这个Island的来逛一逛 这个里面有很多 树洞的东西 虾呀 鱼儿之类的 春卷 这个跟春卷一样的 那拿一盒吧 这个虾也拿一盒 然后这个起司 对对 这个也拿一个吧 再拿一包给你虾 炒虾儿吃 然后买一些那个炸鸡 年轻的孩子们都喜欢吃这个 我老公还买了披萨和汉堡包 到时候可以让我老公做给他吃 然后我老公刚才说 他都想要做一次 英式的早餐给那个孩子 我不停地说孩子 应该 我应该怎么称呼呢 叫弟弟吧 我现在跟我老公俩 换一个仓式 这边专买青菜呀之类的 还有牛奶面包 我们要买一些 我老公特着急 因为就是中午 他休息了一个小时 出来跟我购物 然后这个 其他两盒麦片 早餐 如果他不喜欢的话 我再做 面包 牛奶一定要有 先拿一盒牛奶 这边白菜来一个 菠菜也来一包 西南花并不可少的 还有肉丸子 牛肉丸子 可以做汤 还有这个肉要拿一盒 我老公还选了薯片 还有零食 贴心是我老公 感谢他什么都支持我 我老公现在后悔了 刚刚没有开车出来 因为他现在双手不空 停着带子 我们基本上 该准备的应该是准备全了 到时候 到了之后 就让他自己到超市 去看一看 有什么喜欢的 想要的 还有去中国城逛一逛的 Winny给我签在他 还有中国超市 就是一让他感觉到 就是自己想要吃的东西 都买得到 所有的东西都整理到 冰箱了 基本上都准备齐全了吧 就是 现在就只等着 我这个两家人的到来了 家里之前 我还有牛排骨啊 牛肉羊肉 鸡翅 我都买了有 就是他到了之后呢 就是看他喜欢吃什么 我就尝试做给他吃吧 嗯 就是可能我厨艺不太精 但是也希望给他 一个家的温暖吧 毕竟是在伊国他乡 第一次离开父母 这么远 希望他能够 安安心心的在这里 有一个愉快的一周 好啦 那我今天的视频 就分享到这里了 大家就请跟我一起来 期盼我这个梁家人的到来吧 拜拜